中国国家安全机关22号公开一起重大间谍案 揭露美国情报机关对赴美的中国军工单位人员实施策反 目前嫌疑人已被移送法院接受审判 消除了重大隐患 2013年1月 中国某国防军工单位重要涉密人员侯某某 被派赴美国某大学做访问学者 美国间谍情报机关通常通过签证信息 掌握我赴美人员履历 从中筛选我核心要害部门人员作为目标对象 经一位美国教授介绍 侯某某认识了某咨询公司的工作人员雅各布 对方打着咨询的名义 主动约侯某某聚会聊天 多次会面后 两人成为了几乎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2013年7月 侯某某的妻儿赴美探亲期间 雅各布再约侯某某会面 提出要改变咨询方式 侯某某才意识到 雅各布可能是美国间谍情报人员 但考虑到妻儿当时生在美国 在压力下被迫同意雅各布的要求 之后多次见面中 雅各布拿着事先准备好的提纲 逐一向侯某某提问 问题专业性强 涉密程度深 根据回答内容 侯某某每次最多可得到 1000美元现金酬劳 最开始没涉及到国防方面的问题 就是六七百的样子 然后好在涉及到国防那些问题 就是1000左右美元 2014年侯某某结束访学回国 他表示因为担心美方会做出 对自己和家庭不利的事情 只能同意同美方继续联系 2016年侯某某赴美国参加国际会议 在抵达后的第二天 他避开了同行人员 与美国间谍情报机关人员见面 两名美国间谍情报机关人员 前来与侯某某见面 一名负责按照事先准备好的提纲 以问答的形式搜集涉密情报 另一名是技术专家 负责就技术问题进行追问 直至被国家安全机关抓获的几年期间 侯某某先后与四名美国间谍 情报机关人员见面20多次 向美方提供国防军工领域情报信息 涉及绝密级两份 机密级三份 秘密级六份 对国家安全和利益造成严重危害 2021年7月 四川省国家安全机关 依法对侯某某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最终侯某某以涉嫌间谍罪 被移送起诉至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凤王卫视综合报道